老师,同学们,大家好。今天我来讲一讲我的故事。 两年以前,我住在麦德林。麦德林在哥伦比亚的中午。 那时候,我有很好的工作,有漂亮的女朋友,也有温暖的家庭。 可是,我不太高兴。为什么?因为我特别想住中国。 然后,那天,在我的家里? 渡渡。 妈妈,你好。 老师,你好。你要喝什么?你要喝咖啡?喝啤酒吗? 这个是你的官方。请说,请说,吃吧。 妈妈,等一下,我要告诉你一个经历,一个样子。 呃,什么?妈妈,我要去中国。 中国什么?中国? 而是,中国很远很远的地方,为什么?不行,不行,不真的。 妈妈,没开玩笑,我要去中国。 不行,不行,儿子,不行。 妈妈,我多大了? 儿子,我知道,我知道。 等一下,你要去中国干什么? 妈妈,妈妈,在中国我可以学韩语,也中国文化,认识你很多留学生,也可以要有很多朋友,中国朋友。 妈妈,我不要再借力,我要去中国,这个是我的梦想。 等一下,等一下,儿子,你有钱吗?我看一下。 妈妈,我没有钱,你知道我没有钱,所以你不能出。 妈妈,没问题,我可以出银行,借钱。 等一下,儿子,你知道他们习惯吃狗吗? 妈妈,那不是真的啊,为什么你说这个? 等一下,你知道哪里的天气不好? 妈妈,我知道,可是我要去。 啊,走吧,我不要看你,我不要看你。 那天,我给我的女朋友的电话。 你好,亲爱的,你好,你非常爱我吗? 非常,是真的吗? 亲爱的,亲爱的,为什么你不说这个? 亲爱的,亲爱的,我要告诉你,已经有事。 什么事? 说吧。 亲爱的,你非常爱我吗? 亲爱的,我没有时间,说吧。 亲爱的,可以问你。 可以,可以,说一下。 亲爱的,亲爱的,我要去中国。 亲爱的,亲爱的,你在吗? 来中国以前,我有很多的问题。 可是,我在这里,我有一个梦想, 到中国,到北京,到北大。 现在我在这里,你有一个梦想,没问题,你可以说。 谢谢你们。 谢谢大家, нашем渡心。 谢谢大家. 谢谢大家